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IG进行状态实在太好了 你看他每一条线基本上在线上的发挥 包括在一些小的操作细节上 明显感觉是要比苏宁这边打得更加犀利一些 你有什么好总结的 应该刚才大师辅助选手已经全帮你总结过了好吗 你笑什么 那兄弟很过分 把我们几个头都抢了 说得西皇很不开心 为什么 西皇的哪叫没洗头 西皇的是空气刘海 不不不 那个叫摩斯 摩斯 你应该知道吧 就打了一些摩斯 小时候才用那种摩斯的东西 现在长大了以后只有你在用的 就不懂潮流这些人 是是是是 质疑我们化妆师的水平 你看我的头就显得很干净 就很很干燥 你的自己弄的 我这化妆师弄的 你的就显得很油 你知道吗 不油啊 油头现在流行油头 油头需要高颜值啊 是啊 就我 你看吴亦凡 人家都是那个油头 对不对 那不是油头 那是什么 那是帅头 好了 那今天的话我们去季后赛 马上开始将会是第二战了 不过在这之前的提醒大家 可以关注我们英雄联盟官方的赛事微博 关不完我们的赛事微博之后呢 里面有很多很多赛事相关内容 以后就不用再去问了 对吧 比如今天能上谁打谁啊什么的 你关注微博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没有微博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QQ订阅号 那QQ订阅号里面同样 会有我们很多的高班攻略 赛事集锦视频等等等等 同样还有手机上下载掌商英雄联盟 可以查阅相关的一切信息 那最后就提醒大家啊 代表的青春气息的队服 大家一定要赶紧买起来 因为什么 S7马上开始了 对的 我们得让这个外国友人们感受一下 在国内我们也是对吧 所有人都穿着队服去呢 我们穿着这个红色的海洋 红色的海洋吗 白色的海洋 黑色的海洋 各种颜色的海洋 各种颜色的呀 就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季后赛阶段的第一场比赛 打成这样 我个人是觉得不稀奇 很正常 很正常 因为说实话我们的季后赛 每一关每一轮的这个 大家的实力对比还是挺明显的 而且这个就来了 就是季后赛和常规赛 不管是选手俱乐部 对于这个比赛的重视成果 还是整个这种赛制安排 给选手的那种压力 都不在一个级别的 明显感觉季后赛 大家打得更加严谨 然后执行力 包括准备 各方面 我觉得真的就像你说 俱乐部全军在准备这样一个季后赛 所以打得完全跟常规赛 可能松散的状态不一样 那为什么 就人是不能有后路的 常规赛是 这周输了下周再来 对 季后赛是 今儿输了就放假了 而且很关键的是 我们特别是后面 后面的顺位往上打的话 你输一场 你就直接告别了 后顺位往上打 主要是输一场 就对面赛点了 就直接没了 而且我们的这个 包括今年是 S7在我们这个国内举办的话 其实你要想在 在国内在鸟巢 有这么一次机会 我觉得可能死谁都没有了 所以你这个不抓紧 S7都没希望了 我觉得主要什么 主要的原因是在 你想S系列赛 从S1到现在S7 第一次嘛 第一次来到中国全程举办 那么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要轮一圈的 对你想现在还有什么 亚洲欧洲 拉丁美洲 什么非洲 对对对 非洲有吗 非洲不太清楚 说实话我们家门口那个 保安很可爱 你知道吗 因为他我们家门口的那个 保安 就我们的保安人员 是那个英雄联盟的粉丝 然后就有一天回去 哎你不是那个 那个讲话说你好 然后他说哎你前两天 你们去非洲节目比赛 就已经回来了 他我在这想 又非洲 然后他就啊 就是有罗纳尔多什么的 就可能认为 那边就前头属于非洲 就是我还以为把你认成无精了 战狼 战狼跑非洲去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战狼啊 我感觉我们如果在这个非洲举办的话 真的给固一只战狼保护一下我们 不用嘛 非洲举办 非洲举办 我们找一个黑一点的人 当他就是本地人就好了 这个提醒一下大家啊 之前很多过程都在问 现在入围赛的门票呢 已经会在本周四下午的15点钟 大卖网正式开启售票 想看的话赶紧看 入围赛的话应该是在武汉 武汉武汉 应该是在武汉举办 那记住啊大卖网是本次全球总决赛 唯一的售票平台 大家千万不要再去问了 对吧 是的 而且这个售票吧 大家一定注意就是不要伤当受骗了 我发现很多我们英雄联盟的粉丝都很单纯可爱 就是很信这个微博上 要给你转让票啊什么这个那个的 反正一定注意不能先给他打钱 我觉得就是这种情况不能一杆子打死 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多多提升自己的 小心 对提升自己这种反骗手段 其实这个来讲的话 真的就是网上有很多很多骗局 大家也知道 像我每天邮箱里面收到很多反应的传票 真的 然后又什么是澳门赌场开业了 不是澳门赌场开业了 不是澳门赌场开业了 而是什么你信用卡已经欠下巨债 对对对 然后这个我们现在已经通过什么 向你发起诉讼 然后就类似这种 大家购票的话一定要认准 官方取代 官方取代 然后大家小心就行了 对然后想看的话赶紧买 因为入围赛的话 应该说门票不是很贵 如果你想体验这个氛围 而且入围赛时间很长嘛 对 在这样一个长的周期里面呢 就可能大家会有更多的时间来选择 就其实很多人都想买上鸟巢啊 买这个上海可能半决赛 包括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票 但是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小组赛跟入围赛才是真正挺好看的 而且它场次多你的票量也大 其实有些很多人想买这个淘汰赛 如果买不到的话 我觉得可以多去买入围赛小组赛的票 反正是多关注吧 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关注大卖网 因为大卖网既然是唯一指定的一个平台 它应该是从入围赛小组赛 然后淘汰赛和决赛都是全包括的 对吧 大家可以自己去收藏 然后自己应该会有那种什么 预约提醒啊 这种功能的 现在都比较人性化 好 那刚才说到这个S7 还是要收回我们的季后赛 因为季后赛来讲的话 那是这个通往S7最简单的一个门票 对 刚才我也说到了 你如果说今天淘汰了 那S7就没你了 包括你看我们今天登场的像IG 像那个New Beast 如果他们想打S7 他们必须今天得拿下来 而且要寄希望于后面什么这个冒泡赛 包括你如果说能够冲击这个夏季赛冠军的话 直接可以以第一号种子进入S7 没错 对吧 所以季后赛是通往S7的 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 对所以季后赛一定要打好 对吧 第一场比赛打下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苏宁Gaming 也不用觉得特别特别的沮丧 或者说怎么样 我觉得一只升班马的队伍 在第一个赛季有如此的成绩 他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总结 就是沉淀 然后想一下下个赛季怎么打 当然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这一整个赛季的赛事 已经是这个基本上结束了 结束了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赛季了 嗯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像淡 像苏宁Gaming 从甲烈联赛升上来 能打到这样一个 包括我们都是最后一天 才能知道 谁能够晋级军赛 谁要的这个 告别我们的这个军赛舞台 对就是这样的比赛 还是看起来比较好看的 而且大家就是 今天进入那个采访的时候 还说了一句 就是大家不要损失去 去关注最终的一个冠军 其实在整个路上面 有很多过程是很精彩的 比如说像苏宁Gaming 而且苏宁Gaming 这次其实他已经完成了 他们的使命 嗯 两胜京东还不使命吗 对不对 电商大战反正赢了 赞助商大把利益最高 然后看他们的朋友圈一片 这比多了万还开心 因为我们之前在的公司 现在已经是属于苏宁旗下了 对 所以我们很多老同事的微信朋友圈 反正一到这个大战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发给领导看的 还是发给谁看的 人家是领导 反正不是发给你看的 反正每一次朋友圈都是 什么什么狮子必须吃狗 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反正觉得很尴 那京东这边的话 我其实也有京东的很多朋友 因为京东电竞 其实他今年也做了挺多事情的 然后京东朋友每次电商大战的时候 都不带发朋友圈 没得发吗 这个比较可惜了 那其实说完这边的话 就要说接下来讲比赛 接下来妞币 可以说是一个在春季赛 在夏季赛 常规赛后半段发力的队伍 而且妞币叫他们上个赛季 我觉得提升已经蛮大了 特别是在常规赛的表现 其实我们上赛季看妞币的话 其实是在季后赛打得挺好的 新后赛我觉得他们 当时打进了这个第二轮 那这赛季的常规赛的话 我觉得他们首先在胜场上要高很多 然后打到这个第三名 包括这个赛季我觉得 这个下路林伟祥 大家已经在谈论这名算是半个新人 这个ADC 我觉得这赛就确实在我们 这个新一代的ADC里面 已经是崭露头角了 成长很大 成长很大 然后今天他们面对的对手 就有点意思了 这个玩着一个夏季赛的蛇 现在终于是玩到季后赛了 没想到季后赛了 这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就之前左悟发了个微博 就发现那人不是他们大连败吗 好像几连败 一片那个大家都很看衰他们 然后居然还在讨论季后赛的事情 当时觉得他们很乐观 但是没想到 现在居然梦想成真了 是的 但是现在毕竟是以一个小组 最末尾的身份 然后进入到了季后赛 所以说他们在胜场上面 面对最近状态比较好的牛逼 就是他其实是落后一个胜场 已经是蛮大的 落后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压力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吧 其实你只要准备好了 包括最近Snake的状态 我觉得他们Snake在下半段的一些状态 特别是打一些强队的时候 打得非常的好 我感觉Snake包括IG 我觉得他们下半段的状态 明显较上半段是有提升的 但是现在你看 进入到季后赛的几支队伍 刚才苏宁被淘汰 我们先不讨论 剩下的所有队伍 我觉得好像没有那种 就是你说谁打谁 能百分之一百就能赢 这肯定不敢说 对吧 真的不敢说 我现在像牛逼和Snake这一场 真的不好说 从最近状态来说 其实我还是认为 牛逼已经站到这个位置上了 对 他们可能的打法会偏稳一点 而Snake就是队伍呢 他们会有一些临场上的问题 对 我觉得第一场比赛如果赢了 Snake翻盘的概率会大很多很多 我觉得Snake的上限很高 上限很高 对 但是他们如果状态起伏的话 他们下限也很低 对如果说第一场比赛 比如说是输的比较的那种彻底 对 我估计第三场比赛Snake很难搬回 而且Snake 我觉得他们最近状态好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在一些关键局的处理 就起势了嘛 其实我们以前赛季前半段看Snake 老是这个大龙啊什么的 就莫名其妙被别人翻了 对 但在联赛后半呢 尤其是季后赛最后几轮 他们要咬这个季后赛的时候 他们在一些关键局的处理 明显要冷静很多了 所以就是说嘛 J6是一支下限很低 上限也很高的队伍 他们是一个有这个资本 多胜强资本的一个单队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和牛逼 你不能说他们比牛逼弱 就所以这个队就很厉害 我觉得实力差不多 牛逼的话 稳定性强一点 稳定性强 那Snake的话 他们可能天赋啊 包括这个打法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如果能打好的话 也是很厉害 说到这个 我刚刚还想到一个问题 你说一个选手啊 你觉得究竟是天赋和努力 这两项东西 并存的话 其实就像是Faker了 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天赋和努力 现在大部分选手 都做不太到 就是两者并存这样 其实有天赋的人 就会偷懒 有天赋就会偷懒 但是如果说你的天赋 不如别人的话 你就会付出加倍的努力 这个世界还是很公平的 相当公平 你为了达到 可能有天赋的人 能达到那个level 你会付出给他很多的努力 但是我 所以你认为 你觉得作为职业选手 天赋和努力哪个比较重 天赋肯定还是最重要的 天赋还是最重要的 天赋还是最重要的 对 你可能即便够努力了 已经非常非常的 要超越别人三四倍 四五倍的努力 可能你只能达到 别人的这种一半 或者说只能达到 那个基本线 但你要拿世界冠军 你要拿S系列冠军 一定是天赋加努力 天赋很重要 一定是天赋加努力 说了那么多 其实也就无非想说一下 就是牛逼 他们是一支比较稳定的队伍 然后Snake 几个人吧 就不管说姿态 从一开始 让韩国恐惧的死哥 对吧 还是圣翔哥这一名 他是典型的 还是比较内部 我觉得大家公认的 一个天赋型选手 天赋型 圣翔哥跟骚芬是 绝对是天赋异禀 然后这两名选手的话 都在同一支队伍里面 再加上像什么 Crystal 这种很骚的选手 Crystal是个相声演员 他现在管他们那个辅助蝴蝶 叫什么 我们的东北辅助 为什么 确实 打金链子小手表 打游戏 打职业里面 北方的选手 说实话数量还是偏少一点 因为我们两个人 其实都是北方人 对 所以就平时会比较关注 对吧 还真的是 因为现在这个职业选手 感觉好像 特别是像湖南湖北的比较多 对 然后北方的话 还相对于较少 北方确实较少 出来做电竞一口 这张范围也比较少 这边的话 因为选手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 所以在这里陪大家嘎聊一下 我们也不想的 我们也不想的 但是没办法 该尬聊时就尬聊 所以今天我们聊点啥呢 聊点啥呢 刚才说到北方 其实我觉得 我看你找到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们西安出来的电竞人才还蛮多的 西安 我们西安老乡很多 你要说西安的话 它是北方的一个电竞大神 对 就是陕西嘛 所以它算一个电竞大神 大家知道最早的WE战队 他们的前身是有灵电竞进俱乐部 是的 当时的有灵就是在西安的一家叫红马蚁 有这个 是红马蚁吗 红马蚁和红树林 这个两个网吧比较有名的部分 好像是红马蚁 我记得 当时就是金带着Sky 苏浩 苏浩 都是西安的 Yellow 好像就这三个人 然后当时是在那边 就是有灵俱乐部 当时是拿下了不少的成绩 对 然后随后才是有了现在的WE店的俱乐部 所以西安确实是北方的 就比较出名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天津的俱乐部 叫TR TR 这个我还真没听过 TR最早 JY就是TR的 JY JY JY最早是一个魔兽选手 是没脖子那个JY 对 就不睁眼的那个 然后 这个就是北方可能我为数不都能说出来的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像南方这一块的 感觉好像我们以前玩那种老游戏的时候 北方的电竞氛围还可以 但是好像后面像这种MOBA类游戏 像那个近几年的游戏 好像就重心往南方这边便宜了 确实 但是北方有很多的粉丝 比如说之前有一届德马夏杯 我们不是在北京举办吗 对 记得当时现场的观众是特别特别的热情 那你比如说 那今年还有两个决赛在北京举办 武科松跟鸟巢 对 武科松跟鸟巢 没有想到武科松跟鸟巢 现在都可以办电竞比赛了 主要是鸟巢吧 鸟巢 鸟巢现在作为世界上应该算是最高规格的 这种体育场 可能不说世界吧 我觉得国内应该算比较高规格 那应该是最高的 几万人的场地吧 十几万 但是我们这个电竞的话可能就是要稍微的 少一点 因为有大屏幕嘛 对 而且我们这个鸟巢的话 之前在举办奥运会的时候 然后就整个的当时的那个说法是什么来着 你想说什么 不就李大爷跟上面走了一圈吗 当时的说法是鸟巢啊 包括水利方 我觉得当时就感觉特别的 高大像 就真的没有想到吧 而且据说我们这次这个奥运 这个S系列的这个导演规模 是跟奥运会一个级别的 张艺谋吗 一个级别的 就跟张艺谋一个级别的还能差吗 就是张艺谋一个级别的谁 不会是诞森吧 你笑什么 就是赵老板的诞森嘛 一个级别的 那确实一个级别的 没什么考虑 差不多 就是乱考 不过怎么说呢 希望大家到时候期待吧 跟大家稍微的聊一下 因为确实是首次全城在国内举办 这个是很难得的一次经历 能参与进来就参与进来 因为赛城拉的也很长 到时候我们也会跟着这个全国各地乱跑 好像是11月吧 11月鸟巢 对 不过说到这个 还要说一个五颗松的马上六周年 这个已经公布了 大家看到没有 就《乌力繁范》跟周董 《乌力繁范》跟周董 《乌力繁范》跟周董 这次真的厉害 厉害 这个是两大导师的教练 这真的是两大导师的教练 一边是吴制作人 不不不 这个是两大节目的教练 两大节目 新歌声是吧 跟那个中国有嘻哈 是的 两个人得较量一下 较量一下 到时候我们要站边 要站边 这个因为可能 这个你怎么站吧 像你选吗 我选 我不好 我是看别人选我 看别人选你吧 我没资格选别人 我没有资格选别人 我又不是导师 我来一段rap 然后 你现在来一段 我来个rap 但我freestyle不太行 那你什么比较 可能吴制作人就不会选我了 好了那这样的话 我们稍微再等一下 因为两队的选手呢 正在准备当中 今天第一场比赛 打得太快了嘛 所以两队选手就没有想到 突然间就被拉上来 他们需要一段时间的就是 对 心里要准备一下 心里要准备一下 这是生死战 尤其Snake来说 你看上去他好像很乐观 但其实就跟你说 不管从Snake俱乐部的老板经理 到他们教练组 对于每一场比赛还是挺重视的 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的状态 真的是不是说 完全没有机会进S7的 我觉得特别是像IH 包括今天的Snake跟牛逼 他们只要今天赢了 有机会打爆炮在 你敢说不会发生 暧昧那种奇迹吗 对吧 所以说现在S7的这个名额 虽然说是三个 最后第三个名额 要打这个入围赛 对 但是现在对于每一支战队来说 机会都摆在你面前 你想不想在中国本土参加S系列 可能一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 我觉得还是要抓住的 一生一次 对啊 那万一明年还在中国哥砸折 明年可能不太可能了吧 我说当年有一个狗 第一次WCG世界总业赛 在这个昆山举办的时候 当时也是电竞圈举国欢腾 然后第二届发现还在中国 当时不是快不行了吗 你这个人注意一点 就是来中国强行的续一下 强行续一下 好像举办了 好像举办了 坑下不是举办了两件吧 两件还是三件 是吧 对 那就是WCG最后的一个尾巴 因为到最后成了手游比赛了呀 也不是吧 我觉得到最后就是 其实很多东西传承不下去了 因为很多的 电竞的氛围当时就不太好了 对 然后后来是被这个英雄联盟 把整个的氛围又拉了回来 你看那个时候全是老游戏 我们两个都是老游戏过来的 对不对 这个当年的玩法 魔兽啊 CS啊 星际啊 全都玩过 所以电竞还真的是一个需要传承的东西 那现在英雄联盟已经传承到 第七个赛季了 这个还是要回想 之前那几个赛季的各种各样奇葩的事情 比如说玩S2断线10个小时 对吧 S3的时候好像现场没出什么大的问题了 然后S4就相当于走上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其实就除了S1 S2以外吧 感觉其他的几届后面是越搬越顺利的 就自从有了LPL以后就搬越搬越顺利了 因为第一届的话 我记得好像当时应该是没有亚洲队伍的吧 嗯没有第一次是搬着那个夺冠的嘛 第一届的话应该是欧美互相玩 对 就是因为第一届可能在欧美率先勾策的 我们这边 不第一届是欧美互相玩 从此结下了梁子 到底是EU还是NA S2以后发现就没他们什么事了 S2以后发现学是亚洲人的游戏 S2以后S2 TPA S2 SKT S4三星白 三星然后后面就是SKT 对 好像还真的是 不过最近来讲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在这个遥远的隔壁 对吧 SKT和KT那场比赛相信大家也看了 对 最后真的是 没有想到 也没有想到 让二追三啊 这种关键局里面出现让二追三 追三太难了 就我感觉像写好的剧本一样 因为当时说实话 解说完第二场的时候 感觉KT好像今天已经赢了 就因为前两场都碾压嘛 但是第三场打完就有一种预感 感觉大势已去了 感觉好像要出现了 真的是写好的剧本一样 我觉得像SKT这种队伍 确实他们BO5的那种韧性 队员心态的调整 这个是太重要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最需要像这个SKT队伍学习的就是一个心态调整 很难 你能不能在BO5里面保持着一个专注度 这个说实话挺难的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 我们两国的文化也不太一样 从小最后的教育也不太一样 其实有的时候心态这种东西 需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魔力 我觉得到时候如果打S7的话 可能每个队或者说我们的这个LPL军团 可能要准备这个心理心理辅导 好像已经准备了 是已经准备 但是心理辅导 它是建立在一个长时间的 你说人格的架数也好 可能它是一个长时间的东西 因为你是很脆弱的你知道吗 今天你心心满满 被人上去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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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下来 那你那个时候是不是又开始怀疑自己了 哎呀 这个画面 很感动 太熟悉了 太感动了 好来看一下スnejke 今天的话是最后拿到了G3的门票 扯多久 站在一个小组第四 我看了一下表 才半个小时 你又没有表 你从哪里看表 才半个小时 我买表还不行吗 买买 我去年买了个表 今年没带 好了 那这边我看到是妞币 妞币和Snake 两支队伍呢 是已经坐在台上了 是的 这两场 这两支队伍 刚才也分析的差不多了 看一下今天SKY上场 今天的话 你这个nice坏 今天的话 妞币还是一个 算是主力阵容吧 妞币这个阵容 因为之前他们可能有 包括Coco如果说 我今天很担心 Coco的英雄池 Coco如果英雄池被绊的话 他们可能会换玉米 是 因为之前就发现 Coco他那个飞机 跟杰斯两个英雄 一旦被封锁 就有点僵了 算是一个主力阵容 SKY也是在联赛的后半段 坐稳了Niubi的 上单主力的位置 表现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刚才说yes 因为刚才跟米勒打赌过 我说应该是上SKY 因为我这里没有拿到 那个名单 那Snake不用多说了 还是他们 最近的一个主力阵容 两边的话 第一场都是以主力出战 但是BO5的话 其实人员的调整能力 很重要 比如说这个小黑 对对对 就是他们说什么 SKY最恐怖的 永远不是先发那拨人 而且你不知道 从银水机那里 就拽出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怪物 然后把你给终结掉 你看两边的数据 其实说实话差不多 就胜率上Snake 因为确实最后才进的季后赛 比较的低 但是其他几个控制力 Snake的男爵控制力 怎么比这个Niubi还高 我刚才说了 场军推他也比Niubi高 这名Snake还真的蛮喜欢打大龙的 对 场军经济差也比Niubi高 两边算是一个基本 如果这个控制力 有没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Snake有的时候打完大龙 但是被对面团灭了 也算吧 就这么一个 控制吗 我说我打了大龙 我又没说我赢下比赛 因为我记得Snake他们打大龙的话 真的是凶多吉少 但是常规赛最后几轮里面 我觉得Snake对大龙处的决策 稳了很多 所以刚才我说了 我觉得Snake最近的比赛 打大龙打得特别稳 Sky 这是一名 这个说实话 当时啊 我觉得他和Lemi两个选手 算是我们认为的 同样的一个选手 都是同一时期出道 真的是同一时期的 打法风格 看下这边是Snake的粉丝 今天要carry 应该说炫军跟骚分的话 联赛后半段表现非常的稳定 对 已经没有让我们看到 他们这种比较骚的操作 在这边是在练习吗 在练习 要热一下手 热一下手 这个还是要热一下手 斯利夫特 这名选手也算是 现在RPL的一个老将 算是老将了 而且现在他应该是 还是作为牛逼绝对的核心 来对待的 天若有情 天一老 炫军开锐好不好 弗兰多 好 弗兰多 弗兰多 弗兰多现在成熟了很多嘛 新加哥今天应该是 剪了头发的吧 而且小强哥这个鼻子怎么这么大 你拍一拍 我上周看 盛强哥接受采访真的感觉好沧桑啊 就头发也长 然后胡子我好像也当时没刮 盛强哥年纪轻轻的 十八九岁的小伙子 但你看这个姿态算是重回青春对吧 姿态 然后还瘦了 东北小辅助 蝴蝶 今天要carry 今天炫军面对一个sky 这边的话其实有一个炫军的小采访 他对于整个snake最近状态有一个小的总结 我们来听一下 我觉得我自己这个赛季的话 可能就赛季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就技术有点下滑吧 然后后面我们一直在连跪嘛 所以可能心态方面有点问题 但是后面经过调整 我觉得我现在状态有回归了嘛 我觉得我最近的比赛状态都还可以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挺OK的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OK 我觉得OK 这段话说的很有意思 差不多跟我们对他的一个印象 应该是相差无几 就联赛前半段的话 确实状态很下滑 就包括他自己也说了 联贵之后 联贵之后心态会有问题 其实现在很多对我们面临一个这样的问题 是什么呢 联胜 或者说是成绩一直很好的时候 队内会出现一点点小的膨胀 一些那种可能暴露不出来 对 然后一旦联贵之后 心态和技术上的问题就会彻底的炸锅 然后就会发生联贵 然后看哪支队伍的调整能力强了 其实这个你不能怪任何一支队伍 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这样的 而且为什么 骚粉今天连头 这才是真的没洗头 我跟你说 骚粉没洗头 骚粉绝对没洗头 可能刚睡醒 然后一看那边 埃及已经结束了 赶紧赶紧来不及了 今天真的都比较赶 你看这个发型 有可能是发型师抓了一下 真的假的 你是不是在黑我们发型师吗 这边 Coco Coco 记得他在上赛季的季后赛的时候 就是对面不拌他的杰斯 对 让他连续的使用杰斯 然后导致一个溃败 那在今天的话 可能飞机跟杰斯两个英雄 Snake应该是要铁半了 但是上周比赛的数据 这实在是非常的差 对 上一周对着Snake 上一次对着Snake的数据 我看到也是这个飞机跟卡萨 但是上一次对Snake的时候 表现非常好 因为上周是什么 上周他被办了 上周他的飞机跟杰斯全被办了 然后就换下去了 让那个玉米上了 对 所以他的这个数据上周是不行 但是他的这个 只要杰斯跟飞机出场 他的数据是有很大上升的 但是英雄持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你一两个英雄特别强 有好有不好 这个BO5还是蛮受制的 蛮受制的 因为你BO5很特别受制 对 你要不先帮他抢吗 还是说怎么样 BP上怎么考虑 所以今天的BP 也是在这个中路这个点上 我觉得要争夺的比较厉害 但是我们看啊 因为整个的下季赛里面 KOKO其实是有一定的轮换的 有一定的轮休的 那他什么情况之下 他下季赛的总体数据啊 表现是非常强眼的 对 常规赛的数据 整体还是不错的 KDA是基本保持在了这个第二位 这已经非常不错的一个数据 中单KDA能拿第二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 我记得之前有个统计 他好像是有一段时间是出场胜率最高的中单 他一段时间一度是达到了百分之八九十 但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英雄联盟的比赛发展到后面 他就需要有这样一个 就像SKT一样 小黑打了几年替补了 对 对不对 但是这种情况呢 就是他永远拿出来永远都有用 而且 英雄联盟可能到后面一个队伍 他不是五个人的游戏 对 甚至是六个七个人的游戏 对吧 就是要轮换嘛 而且我觉得在BO5里面 确实如果有的时候得当的换人 是有奇效的 真的有奇效 好 这边我们看到中路 今天他对线是姿态 姿态的话 其实对线能力是偏凶的 我觉得 他对线能力偏凶的 但是现在的一些打法 我们将会看到姿态拿一些像八条叫你英雄 特别是维克托 其实最近的话 你看姿态跟坑后他们的打法蛮像的 都是喜欢玩这种 在中后期能站出来打输出的英雄 对 包括我们上次解说了一个场比赛 中路姿态被单杀两次之后翻盘 他也那次好像使用飞机吧 维克托 我记得是维克托 他飞机那次也是 就是他被那个 应该是西叶的是蛇女 还是卢西安就单杀 然后他在团战里面的表现还很不错 对 我记得好像是维克托 不过不重要了 反正就是这种中后期的英雄 然后姿态现在掌握的都比较好 其实两边的中单 我觉得英雄是蛮像的 今天看 然后就是下路 克托 现在因为最近状态好 感觉就稳坐 稳坐掉一台了 你看克托 你看那个小笑容 就一看就在说什么糟话的 对 什么 还不是关键时刻 得让哥来 你看笑得开心都不行 挺糟的 斯维克感觉看面相的话 好像就蝴蝶比较老实啊 其他四个人都是很活跃的 是吧 今天马上给到蝴蝶笑得跟花一样 蝴蝶 东北人就比较实诚啊 实诚 北方老爷们 你好一边 林伟祥 林伟祥 林伟祥他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自信的人 就之前也看到他那个什么英雄麦克风 感觉到他的打法 包括他的性格跟面相也是挺不符的 我觉得打这个游戏 尤其你打职业 如果你连自信都没有的话 你是打不了职业的 一定要自信 尤其是这种AD选手 我们看到现在我们这边一直在说嘛 玩着好的大嘴是什么 是闪闪上去喷人的 往往在一波团战里面 他把输出亲切出来 哪怕自己死的团战也会赢 然后不能过于 过于不自信 还是要自信 其实像自信来讲 尤其对于这种天赋性选手很重 刚才这个圣汉哥自己说对吧 前面状态不好 状态不好带着心态也炸了 那段时间 Sneak确实打得很奇怪 包括他们上了一个司机考试 自己也说 他们已经找不到原因了 你知道 你人不怕输 怕就怕 你不知道输在哪 那段时间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就输了 关键他们还是训练赛打得很不错 对 就Sneak一直以来 训练赛的成绩是很好的 但是就是比赛的 有一段时间一直赢不了 就那段时间压力很大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还不错 对吧 所有人的面向都比较开心 但还是那句话 这支队友的弹性太大了 所以如果第一场比赛 被牛逼直接拿到赛点的话 那个心态可能会受影响 心态可能会受影响 如果第一场Snake赢的话 我真的觉得Snake挺有机会的 对 好 这边的话 我们看整理一下刘海 应该是准备要开始了 差不多了 觉得摄像机位可能要过来了 准备一下 笑得很开心 目前来看的话 两队的心态都还不错 反正牛逼里面还会比较严肃一点 不过对于这边垫张尺 你知道就是在外摄圈子 你手汗多的人有一个称号 叫什么 叫硫酸手 硫酸手 对 意思是对鼠标的 特有腐蚀 很有腐蚀性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外摄 它有什么类肤质 那种材料非常容易 比较脆弱 非常容易就是把磨掉 上次不是看小狗还在耳朵上垫了张纸吗 那是真热 因为我们这个因为保证 为了保证隔音性嘛 它是 虽然说这边都是皮 但是这种带久了以后也是非常的热的 我们这个耳机还是比较扎实的 说实话 然后我们看到又准备了 摄像机位对着了这个对挥 看起来要差不多了 要整理一下衣冠你知道吗 总算开始了 开始了 牛逼对阵Snake 这个的话是季后赛的第二场比赛 这场比赛牛逼 由于他的一个排位的优势 所以他获得了一个胜场 Snake这边是一个红色方 我们看那边直接把杰斯跟Sky的蓝薄扮了 这个是牛逼的两大杀手锏 那这样的话飞机 还有飞机进种 对 飞机这个点要不要扮 而牛逼这里的话 要不要考虑把这个骚分的九筒给扮了 还是先抢 扮连手大树 圣江哥的话 最近也很喜欢使用大树 这个版本7.16了 7.16 今天的季后赛是采用了7.16版本 7.16版本主要是在法师 中单法师上面有一些的小小的改动 但是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大的版本改动 因为现在毕竟快世界赛了 都是一些小的磨合 大嘴半了 那这样的话有飞机 牛逼今天 你飞机先抢合适吗 今天如果说抢飞机的话 Snake这边可以拿九筒加附属之毛 这个就是给牛逼一个选择题了 我觉得这边没必要抢飞机 因为你这边不抢的话 Snake这里未必也会拿 还不如现在像什么九筒啊 这种先拿一个 我觉得是九筒 先拿一个 这种抢飞机确实有点太过 那这样的话 夫务之毛 我觉得Snake可以拿下来 夫务之毛没问题 然后直接拿下路怎么样 夫务之毛加附 是一个现在可以说 最强的下路的对线组合 是的 包括开团能力也是最拔尖的 看看夫务之毛加附 要不要先选下来 这样的话可能会把飞机让给牛逼了 飞机让给牛逼 然后牛逼 其实你说这样的话 如果为了一个中端拳手 去先抢飞机 其实这种对中端来说 不一定他会对阵容有太大 或者说对于他的压力也太大 压力也太大 没必要 我觉得先拿九筒这种 就非常稳 然后你说Snake 可能拿夫务之毛加飞机吗 也不太可能 对 像拿了一个夫务之毛加老牛 老牛的话 拿这样的话 牛逼就问题来了 你要拿下路的凤凰城旗 还是说先拿飞机 如果说不考虑到中单选手的话 我觉得一般的战队这边肯定就要拿凤凰城旗了 我就要拿凤凰城旗 因为你现在的下路 你看小炮作为一个常规打 佛务之毛的英雄已经没有了 维鲁斯 维鲁斯 维鲁斯的话可能相较于凤凰城旗 就稍微的偏防御一些 不然先拿了洛 然后下洛 维鲁斯加洛吗 维鲁斯加洛 这个就相当就可能稍微偏防御一些吧 但是他的打牵牌能力更强 太偏防御了 而且你现在这样的话 大树你已经搬掉了 不过我对于林伟翔的印象 好像他是比较喜欢玩这种战装输出的 你有没有感觉到 换了换了换了 还是选了 这个确实比较稳 主要现在你说你是一个传统型的AD 对吧 你用那种走A的 现在霞这个英雄是必备的技能了 你一定要会这个英雄 霞太强了 你不会搬屁个上太吃亏了 很吃亏 那这样的话要不要帮扫分拿 还是先帮这个中路拿 勒弗兰 勒弗兰的话 这个版本稍微削重了下 他的Q技能的清兵能力 但是相较于其他法师的改动 勒弗兰这个小的改动已经不算什么了 中单要拿卢仙 卢仙是大家现在普遍认为最强的中单对线英雄 当然是在蛇女被绊的情况下 这边可能就要搬蛇女跟飞机了 搬蛇女跟飞机很完美 哇 Snake今天的前三首BP 我觉得做得很不错啊 然后牛逼这里的话就搬了手打野 我觉得最稳 搬了手打野 搬了手打野现在还有什么 蜘蛛啊 蜘蛛今天也是没有 蜘蛛雷克赛怎么样 不是不可以啊 蜘蛛雷克赛 现在好像也没有其他的打野了 对 然后Snake这里的话 一手蛇女一手飞机 嗯 蛇女飞机我觉得最稳妥 嗯 蛇女飞机 牛逼 牛逼有打野 现在雷克赛如果被绊的话 骚芳还可以选什么 好像只有朱妹了 黄子跟大树都不在了 今天这场办的打野还办蛮多的 三个打野 看一下 既然这样的话就是针对到底了呀 我觉得可以办雷克赛 因为之前的话 牛逼跟Snake遭遇的时候 是比较害怕骚芳的入侵的 骚芳这个选手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 他入侵的反野能力 对 哎还有手凯尼 我想起来了 雷克赛搬了 凯尼也可以啊 这会不会是个选择 因为我觉得其他的打野 很难发挥骚芳的一个优势 但是我觉得这一把拿开影不好 翠神 翠神也是现在很少出场的一个辅助了 把这个中打野了 螳螂 螳螳螳螳螳 翠神 确定了 翠神 哇这场竟然是出到一个翠神 翠神自从被学了之后很少登场了 好久没见到了 这赛季就登场了两次 一胜一负 对对对对 这一场呢 翠神将会打破平衡的一场 而且一般来说翠神是搭配那种推进型的阵容啊 什么女警大嘴来搭配的 反观Snake这一边 其实他们手都偏短 对 这场翠神出场真的没有想到 算是一个大招了 这里的话拿到一手纳尔 纳尔 纳尔的话就是先上无敌 再补一个中路 现在适合扣的中路还有什么 这样我们就发条了 发条的话 比较稳 太太笨重了 但是发条会被卢仙压得非常非常厉害 对 我觉得太笨重了 你还不如 还不如就勒弗兰 勒弗兰也能打一打 不如拿卡萨丁 卡萨丁是被卢仙完全counter的 但是你想想看 我们看过的所有中单队线 你见过哪次卢仙 把卡萨丁真的就打爆了 好像很少见 对吧 基本上那个卡萨丁都狗得住 发条拿出来了 发条我觉得有点笨重 不过也还可以 是一个中文之选 上路打纳尔 哇 斯尼克这就拿得好骚啊 感觉啊 这种有点骚 现在打纳尔的英雄也没有了 就其他的英雄都会被纳尔克制 大虫子也算是被纳尔小克的 对 不过斯尼克这种太缺前排了 一个老牛的前排不够用呢 现在大家都是两到三个前排 你还有一个大虫子啊 对 所以就拿了个大虫子嘛 本来是感觉他们想补凯南的 但是想了一下 好像阵容有点太脆了 因为你的这个双C倍都是AD嘛 然后你在上单的话 需要补一些这个魔法伤害 然后就拿到了一个大虫子 他们有点想拿凯南 凯南也是可以补一些 但是凯南相较于大虫子 他实在有点太脆了 对 而且今天拿大虫子的话 同样能够补充 这个一些AP伤害 而且同时的话 大虫子有很强力的控制技能 战场能力比较强 对 推进能力比较强 牛逼 我觉得这个盘Snaker的翠神的发挥 是蛮关键的吧 因为前三手 我觉得Snaker选的不错 但是后面两选 没有选到自己特别 特别擅长的一个体系 拿了个翠神 牛逼这里的话 就拿的是一个比较四平八稳的阵容 发条跟冯王传奇的中下 双C都是比较正常 然后上野的话 也拿到一个对线 不会输的组合 对 而且又是一个中心跑传 也挺厉害的 感觉牛逼阵容 好像完整性上更强一些 但是Snaker这阵容 就是一个X因素 就是翠神 翠神到底发挥的怎么样 能不能做到一个 限制对方打野的一个作用 你说从这种方法来说 还真的不好说 哪边有压倒性的优势 这一场就属于那种 两边都有了打 然后都各有特色的阵容 不像之前结合的这场比赛 基本上这种拿不来 你就知道哪边特别好 哪边特别难打 这一场还好 感觉Snaker对这个BO5的准备 还是蛮多的 不错 翠神都登场了 这是什么 信念之度 基石信仰 这也说Crystal 舰队的基石 确实是舰队的基石 但这个时候 圣翔哥不服了 他跟圣翔哥 都是最老一辈子 一开始这个队伍 传到我们耳朵里面 最猛的那个人 无疑是圣翔哥 圣翔哥当时是 韩服王者500点 17岁的天才少年 随后开始打比赛 又被他们队的下路 什么德莱文 什么各种 对吧 然后所吸引 所以这支队伍 其实还挺多 就挺圈粉的 而且不缺少话题点 那肯定不行 我觉得 史雷克一直是 史雷克唯一一个 经理话题点 比队员多的人 是这样的吗 是这个道理 是一个道理 这唯一一个经理 会甘愿出来做 表情包的战队 好 这边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季后赛的第二场比赛 那谁能够获胜的话 就会挺进下一楼 谁今天要是输掉的话 也会直接丧失 进击S7的这个资格 是的 所以这对于两个战队来说 都是非常的重要 两个战队的上路带的是不灭 但是基石天赋上面是没有什么 特别出特别出乎意料的地方 比较正常 看一下 骚凤那边翠神 他的刷野路线是怎么样的 这翠神出香炉的翠神 你觉得 裸香炉嘛 对 现在香炉这个东西真的是 而且 除了意料是香炉还没有被削 这个是蛮意外的 你觉得这个招费现在是比较 比较不批的 嗯 就两片草 你看翠神这个改版之后 他这个血量掉的太快了 这样比赛的结果为 哇 50 50 这是个五五开的局啊 但是从奖励倍数上来说 Snaker的奖励倍数还是很高 对 得益于现在牛逼的状态 最近应该是比翠神要好的 牛逼毕竟是1比0领先嘛 对 这边插一个眼 看一下Snaker的状态 翠神这边已经是种完了 一片草了 四足野蛆 开始收了 要开始收了 这边回来刚刚好 新版本的翠神确实用的太少了 收菜 看这边收完菜的话 应该是要直接回家了 开心冷场 确实打也太伤了 现在推身 对 好 这边是 对 7.16版本一些法师的改变 这边基本上是一个削弱 就是发条也好 什么新的拉延确 都是一些小的削弱 这些削弱 你说致命不致命吗 其实还好 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就是不爽 飞机的话也是有个削弱的 飞机我记得好像是削弱了三点的攻击力 这边要来入侵了 这边要配合入侵了 过来放一个眼很稳 有惩剑 那种 非常轻松 已经到达四级 那让他第一组的野怪上面来讲的话 骚风是赚了一组F6 对 这边直接种一个草 选择一波反打 但是 SIFT这边是把眼睛插了下来 所以骚风这边应该是要选择撤退 再控制一下河限 还有惩 骚风的节奏不错啊 这一波 但是他这边没有惩的话 酒桶在这里阴力一波 应该是可以把这个河限抢下来的 他这边好像选择了 经营或者说经济 提供更多的这个蛤蟆 然后选择回家 对 这一波回家的话 等级和装备都是不错 前期的话 纳尔应该是很难押住大虫子的 对 大虫子依靠被动 可以在线上有不错的回血效果 对 大虫子的抗压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不过纳尔对线确实还是要打这些近战短手的英雄 会比较有优势 对 就打坦克 打坦克 舒服 下路对线 这比牛头加凯特斯塔 我觉得主动性还是要更强一点 也是比较 比较厉害嘛 对 比较经典的一个组合 对 他当时没有选落的一个原因 哎 看一下这边一过来打一套 哎 没有选落的原因 会不会因为他们缺少前排啊 就觉得牛头 我觉得是 更能抗应 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吧 而且他们可能有点想好 在拿退绳或者康劳的 哎 这边就飙起来了 打得不错啊 这样的话SKY感觉很难跑了 闪现过来 好 闪现粘住 继续粘 没了 跑不掉了 漂亮 这一波的话是 这一个预判Q可以啊 我觉得SKY这里是有点贪的 因为这种情况之下 你纳尔先逸 你基本上就跑不掉了 纳尔这个异性呢 只要一被打断 我们看 你就根本跑不掉了 我们看多少次纳尔死 都是因为异性能被打断 哎 这一波会不会准备个套餐啊 嗯 翠神这个位置看一下 有这个可能性 看一下刚才这一波 这一波变小了以后 发现翠神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踩 哇 这一下是 两连控没办法了 主要他这还是一个 只是一个一段跳 对 确实跳下来感觉跑不掉 就是如果你确定有人过来干扯你的话 其实纳尔有时候先交闪会比较好 哎 姿态姿态这边被粘住了 但是随便过来支援了 并且上路队友很高 这波要打 这边要打起来了 一群的稍微拉一下 打Coco Coco的血量下得也很快 哇 这边是将来的闪现 而且这边战场的话 这边骚风的血量有点低了 哎 有一个盾 有极限 一个人都没死啊 剩下过这边一个Q呢 又踩死了Sky 那这样的话 Snake是全身而退 三兄弟的话 都是没什么血量 但是都活了下来 哎 这一波真的是极限啊 闪现过去以后 刚好盾的CD好了 给到自己一个护盾 那那一下普攻 没有能够A死他 这一波对于牛比来说挺可惜的 这一波如果牛比 能杀到一两个人的话 就把局面完全打回来了 刚才Coco有点丘吻 其实他刚才闪现上去 应该也没技能 踩不掉这个路线 路线刚才是很残很残 这一波挺可惜的 对于牛比来讲 但是下路的话 我们看应该也是杀不了人 这一波是打了两个大残啊 对 但是一个都没死 这边骚风回家 第一波回家是做出了五速鞋 哎 那这样的话 初期来讲Snake的节奏好很多 对 杀了你的人 然后我这一波 其实不太好的一个遭遇战 是被自己成功化解了 止损了 哎 这边还要继续 继续来入侵 情统是没有状态 这很过分啊 是打断 打断 是没人 这耗着 Snake的血量有点低啊 没关系 翠神没有伤害 翠神没有伤害 问题不大 主要还是欺负翠神 Snake这边也是很明白这个道理啊 因为这波必须要 打完这组也回家了 对 我不可能这把人让给你 而且在这一波刷完之后 Syft的等级上已经是重新领先 这般姿态也带来个进化 嗯 还蛮意外的 因为对面的中野并不是特别吃进化 是的 五速鞋以后开始满地图乱跑了 对 跑到上路来 但是这边那儿已经是早有预警 这边有个视野看到了 回家了 但这一波回家有点伤啊 那儿这边打的还是不够舒服 啊不能回 这波回家太伤了 翠神在这里想找这个那儿的麻烦 不过这个眼位很好 一直观察着翠神的动向 九筒过来想抓这个翠神 翠神现在是没有闪现的 翠神现在很脆弱 但是斯瑞瑟这边也是没有大没有闪的 没有大没有闪没机会了 而且上路的话 纳尔被压制在塔的范围之内 是没有办法能够支援过来 对 推线上面 大翠这个英雄就是现在等级只要起来了 对 推线太麻烦了 而且纳尔这盘死了一次 导致纳尔这边推线拳上 完全推不过大抽策 这样的话 Snake在中上两路有推线拳的时候 翠神的日子就会好过一次 很舒服 我们还直接帮忙交一个场 不耽误客户的时间 先出护臂 很合理 而牛臂战队一时以来的风格是比较依赖 这个双C位在后期的carry的 所以在前期他们一般来说是一个手势 目前来看还可以吧 也就是一个一血的劣势 而且确实双C位从后期来讲 carry能力是要比斯瑞瑟这边强一些的 他们的双C位手更长 而且纳尔这个英雄在中后期的单代 也是牛臂来说后期比较厉害的一个点 对 纳尔这个英雄现在如果装备起来以后 觉得大虫子一为一对线要被他锤着锤着打 有眼看到了双人过来做视野 激励性也很好 这场比赛目前来看的话 两支队伍的这个状态 都比较好都很好 都比较小心嘛一些细节处理 对细节处理都很好 没有那种很拖泥带水啊 或者说是很不严谨 诶 这边中路的等级上来讲的话 可可居然是领先一点的 这里姿菜在发条等级起来之后就压制不住发条 是的 两边的中上刚好是一个镜像嘛 嗯 一开始领先压发条 然后纳尔压大虫子 然后等级起来以后 基本上推线上面 你就掌握不了主动权了 这边还有一个红buff 非常舒服啊 这盘 很爽 看这盘选到翠神 是不是为了让姿菜永远双buff呀 真的吗 这么过分吧 感觉这个套路是这样的呀 双把我可以打 这边可以拍一波 可以拍一波 这边打的时间很厚 打到了 这边虽然过的Q指数 没有能够打起来 不过这毕竟是一个变大的纳尔 这边是打不过 现在还是不太敢打 不过盛阳哥这边是没大的 我们看到 当然如果盛阳哥有大的话 其实纳尔是真的不能再打了 对 如果待会变小 这些被盛阳哥一口就吃掉了 主要纳尔刚才后面有很多血瓶 你知道吗 就那些小兵 都是大虫子 可能土工一下 意气能蹭死的 血就回起来了 现在自己上来只有一个小木锤 骚托那盘刷的还是比较快的 已经到达到七几 而且你说翠神 不想来上路 在十分钟补刀上 持平 他就已经是优势了 对 因为他刷这个石头人对吧 不能像别人那样刷那么多 看一下这边上路这一波 有机会吗 Sky的怒气 这个兵线如果推过来的话 可能就要回家了 但是Sky这里应该不会轻易上了 他自己是没有单杀这个大虫子的能力的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就是发育 然后等队友来支援再说 这盘可能接下来会打的比较平稳了 要发育 因为两边的阵容 没有那种特别凶残的带节奏的点 你看两边的 关键的英雄好像都是那种偏发育的 什么纳尔发抄对吧 这种翠绳大虫子 没有那种前期节奏点 但是现在说实话 两个节奏点 地图上有啊对吧 一条土龙还有一个下午先锋 谁先动 就现在都不敢动了 我觉得牛逼这里应该会 应该要先动 来 中鲁有机会吗 在这个位置 先被减速了一下 打出一场雷平 但是也不太敢过了 有眼有眼有眼 这边的话 眼睛是发现了九筒的一个动向 这边斯菲特的视野 看一下往上路走 但大熟的话两个人肯定下不掉了 下来 配合中鲁 交小橘来打 这边是意识到 斯菲特在上边了 对 刚才是发现 斯菲特的一个走位了 这样的话 这个龙应该就有了 斯菲特这一波的话 能不能拿下午先锋 再聘呢 一个难 这边四个人打 打得很快 对 龙的话已经是没了 下午先锋不一定能拿得下来 大熟的还在旁边 对 而且这个小橘的话 招会来打 就保证自己这里无伤嘛 还是很合理的 这边中路过来帮忙打 强行打 看一下 斯雷克有没有发现这一动向 下一条还是一条土龙 打得很吃力 挺慢的 但是 斯雷克这边好像 哎呀 差也失误了 不过还好 还有另外一个 来不及了 而且大熟的没吃 那这个龙也不打算去抢了 下午先锋也不打算抢了 下午先锋刚改版的时候 你说谁说的 就是除了火龙以外 价值都没有下午先锋高 当时应该是埃及的教练说的 就是在采访的时候 现在看下来也 差不多就这么个道理了 下午先锋确实在前期他的推塔 太太犀利了 但我觉得 就是土龙啊 土龙火龙嘛 这样的龙还是挺重要的 由于现在两边容易僵持住 中后一考的是一个快速推塔的带线的节奏 哎呦 斯雷克现在有点打不过这个发条了 打不过 可可的对线能力一如既往的 这个发条出这两个装备出的挺好的 因为姿态这边是没有什么磨抗装的啊 发条这边是一个抗性装一个法穿吧 这个法穿鞋 这个装备出的让姿态对线很难受 是的 下路这边推线 下路现在也开始不好打了 你看没有啊 嗯 下路你现在先手先手打起来的话 你这两个人也杀不掉对面 而且九筒的位置其实一直给的位置都挺好的 这盘感觉是个中后季局了 应该是 前期打不起来了 桑文那边是做出了香炉 哎果然是香炉我的天 对如果往中后期拖的话 我觉得牛逼可能正如好打一点 毕竟卢仙还是一个需要打优势滚雪球的意思 但是如果中后期的话 那这个点必须要打得好 那如果这盘单带也带不过斯雷克这边的话 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哇13分钟打了一个人头 最近的比赛好像大部分都是这样 就每次看哪边能变换一下节奏吧 因为现在节奏如果一直上对线的话 是永远不可能穿谁人头了 想一下啊 斯雷克这边的话需要在中期找节奏 对吧 如果目前你看现在牛逼什么很舒服 我跟你发育没关系对吧 现在就看哪边能变换一下节奏 换一下线 推下塔 斯雷克要来了 如果能把塔推了的话 节奏就快了 但是这个的话有点太明目张胆了 这个六马路是吧 直接走过来是被眼睛发现了 我只能回去了 拿红 哇 这个节奏确实是慢了 最近的比赛很少能看到那种快节奏的比赛 但是直接秒了 直接秒了 直接秒了 而且这边纳尔也下来 蝴蝶这边已经闪现交过了 被炸到墙上 我们看一下这边斯雷克的大部分直接过来 可以后面去逼这个大虫子吗 大虫子要取消GT了 这边五个人 但是牛逼这波必须拿塔 不拿塔要亏 必须拿塔 这波的话塔应该是可以拿下来 好 霞虎先锋 那又开始是天心要拿了 这波斯雷克的节奏 跟队友配合挺不错的 但是两个闪载掉一个AD 逼掉了一个辅助的闪现 周海遥遥遥 看看医学塔 好像是霞虎先锋里面更快一点 漂亮 甚至 斯雷克拿到了医学塔 这边空了一个人在守中路 这边走得不错 而且上路的话 大虫子在推上路的一塔 血量应该是第一半了 斯雷克能不能换到上路来 好像没打算去 没有转到上路 来不及了 这时候去上路来不及了 这样的话 这一波我觉得牛逼处理还可以 杀掉AD 然后招出霞虎先锋 然后拿到了塔 说实话 这波不转 不是特别转 没有想象中那么转 因为中路塔没了 很一般 你中塔掉了 你八条多需要这个中塔 你中塔掉了 对面给你换了个塔而已 然后对面多付出了一个人头 这波没想象中那么转 我觉得这波牛逼 应该是想拿更多的东西的 但是那个处理很好 中路逼一塔 上路逼一塔 你就必须要去回防 对 这一波斯那个还是挺冷静的 很冷静 大家从经济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波的话 就打回了几百块钱的一个差距吧 不过对于中后期更厉害的牛逼阵容来说 这一波如果 如果奈尔不去 不 TP下来的话 应该就这样 对 但是你不能不 TP下来 他可以晚一点 TP 因为当时大局已定了 就如果说他看到大虫的 TP 那交个 TP 那这波其实就不亏 不过这一波的话 明显是 牛逼要把节奏提快了 他们双人线换塔上路 配合一个酒桶 要强拆掉你上路的一塔 这里的话 两门又要换塔了 换塔 一旦开始换塔 节奏就快些了 对 节奏稍微快一点了 而且这个土洞也蛮小的 这边不打他回了 这边应该是要继续推的 把你知道把你的人逼回来 因为奈尔这边的首塔能力并不强 特别是一个小奈尔 而在中路是追着发桥跑 发桥这边是被逼了一波 还是要压制你压榨你发桥的发育 应该要走了 因为牛逼这边的双人路已经换了过来 没接到回旋标 那这个龙还是拿不了 50秒钟 差出一个斯维夫特 这边能阻止一下斯维夫特回神 但是龙刷新应该来得及 来得及 这条龙的话牛逼应该是不能让的 这条龙让了的话 再加上对面的阵容 卢西安加凯里斯塔 对面偷大龙太容易了 对 还有个大虫子 对 大虫子现在发育其实已经挺不错了 应该说大虫子现在的抱团能力 要比牛逼更强一些 对 比奈尔强 所以现在打团正面来讲的话 Snake应该要更强一些 只要大虫子能下来 而且大虫子还领先一个TP 那这个土龙的话 Snake应该是有主动权的 Snake先把位置占好 你看他们对这个土龙很有想法 大虫子TP 可以直接逼一波我觉得 这个土龙我觉得Snake必须要争夺一下 来了 这对于他们后期来说是一大保障 是的 但是这一波明显牛逼是不想放的 这波要打起来了 大虫子已经走下来了 这波有没有发现大虫子已经走下来 好像没有 要打起来了 要打起来了 那儿变大了 这一波应该 他们可能想等那儿变小 不用啊 那儿没TP的呀 那儿已经没TP了 那儿TP还没好 这样的话已经有了 这波诚实性的抢一下 只能这样的 没抢到大虫子直接一口吃下来 这对于再增加一些层数 这一波的话就 这一波处理得很冷定 我发现对Snake这种指挥真的挺冷定的 他们这波很清楚 首先大虫子比你那儿强 然后我领先一个TP 然后这个时候本来又是个阵容的强势器 我把这个龙拿下来 反正我觉得这一波牛逼处理得很烂 因为他如果被对方已经占好位置 并且那儿没TP的情况之下 真本来不了 来不了 你不如刚才直接逼中塔 这一波中塔的话好像也被拿下来 因为Snake刚才是回尘了 刚才的话Snake是中 中的话两边的塔都是掉了 这样的互换下来的话 其实两边都可以接受我感觉 现在的话还是一个僵持局面 没有人能打开这个局面 那儿的TP也好了 但现在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Snake还赢一手后面的大路 卢西安加凯特萨加打虫子 这个阵容打大龙太强了 再加上现在有两条土龙的架势 可惜他们是一个红色方 若是在蓝色方拿到这个优势的话 我觉得已经是小优势了 但是在红色方的话 就打大龙的条件是比较苛刻的 除非你做八大果实过来 这样的话继续推上路 我们看Snake这边对于塔的推 也是比较的主动 最后一个1塔 牛比这边应该是没有防守的 要有了 两边是把所有的1塔都换掉了 但是基本上没有打出一波团战来 这波缓完Snake很爽啊 两条土龙加上防御塔上面没有吃亏 另一波 看下这边是 但是C1在这边是被动的 击特营快低了 大招快滴了 大招快滴了 姿态倒地 葵子也要死 双四面直接被秒了 而且纳尔下来的状态非常的好 还好没打龙一球 这一波扣扣的这个位置太贼了 闪现上来要去留这个龙头 可以留一下 可以留一下 被迫留头看一大招 没办法了 跑不掉跑不掉 哇 这波好转啊 是杀了中下三个人 Coco这个大招拉的价值太大了 这个位置太刁钻了 在Snake以为C2是一个落单的情况下 这Coco突然从草丛里面杀过来 打了个措手不及 对 配合洛的一个控制真的是 Snake双C什么都没干就死了 这一波打得漂亮啊 看一下这一波很精彩 过来 这Snake是要勾引的 你看 他完全是勾引的 可以走跟姿态的位置太糟糕了 你看 直接闪现到Coco的脸上来了 直接被拉到 没办法 这样 这一波Snake的双C位 直接是跑到Coco的脸上 被拉到 这一波应该说 这一波特别伤啊 因为Snake Snake这一段时间 本来是他们的强势期 但是这一波死掉之后 牛逼要率先进入强势期了 而且很夸张的还有一点啊 就是在大龙区的视野没了 中路二塔没了 那么在整个接下来的 大龙视野的争夺战上面 Snake是天生烈士的 Snake现在只赢一手大虫 龙子现在还比较给力啊 如果待会那儿 在肉装做出来的话 Snake就难打了 这一波直接拼了 拼了拼了拼了 这一波我军索的指挥没问题 这一波指挥特别漂亮 龙视谁的三千学 两千学 有了有了 一千八百 打虫子直接咬下来 而且牛逼这边可能要被留人 牛逼打了不及啊 Couster搭到一个富士堡 富士堡没有倒地 这边的话Couster也是跑掉 但是这里要小心 要小心死盖进场了 这边把牛逼扔了上去 自己跑不掉了 Couster跟Couster的一个互换 但是肉装就被看得起来 看到两个人 放在里面QW给上了 沈香哥 完了被拍到两个人 拖沓了呀 这波Sling打完龙 直接溜就行了 被留住了 所以刚才像牛逼那样比较好 就是能溜几个溜几个 真的是牛逼的 赶紧跑 这一波指挥大龙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打完之后一定要卖队友 像刚才其实只需要卖一个富士之毛 那三个人全都是有闪现的 对不对 其他都有闪现 就富士堡把老牛丢出来 然后三兄弟周焦闪现 这一波绝对是只能 只会死一个人的 对只会死一个人 但Snake这一波太想救队友了 救着救个那儿来了 那儿 其实也没错 这波他们想正面拼一波团 但可惜他们能打团的时候 位置已经太差了 当时他们的状态也不好 这边直接上路高阶被扣 还有刘牛头 牛头开启大招 蝴蝶蝴蝶这边打三环 扛不住啊 那儿跟林伟祥的输出能力 也现在很强了 这边看一下TP TP取消了 这一波TP下来要被捶死的 现在最可怕的是这一波之后 牛逼的装备更新 你大虫子可能说比较良好的一个发育 接下来你扛不住了 真的扛不住了 那个这一波指挥大龙 也真的是风险以机遇并存 因为他们刚才不打那条大龙 我觉得不上比赛也很难打了 是 确实如此 阵容的问题吧 拖到后面确实不好打 不过你要这么说的话 菲姐这么说 其实往前捋的话 应该是在 蓝Buff那一波 就那一波蓝Buff是最关键的 对那一波团战之后 牛逼 那个Snake就向到一个难打的位置上了 3500的经济 我们看这一波大龙 这波大龙团 Snake指挥的很脱离 我们看一下两个人在上面 这个时候 这两个人是有闪现的 大头子过来想打 大招拉到了Krisov Krisov这个时候 打太久了 纳尔 纳尔如果说晚来几秒的话 而且还没秒掉这个酒桶 酒桶一直在这里勾引 对 最终是你杀了一个酒桶 但是你正面三个人全数 闪现交出来 三个闪现 然后纳尔过去 哇 闪现大招 这波零尔以上跟刘青松 两个人都配合 再加上Sky跟发条 发条这波直接搜到三个人头 这个时候 纳尔的双剑套 两剑套已经有了 这个时候进入到牛逼的完全体了 完全体了 这个时候的话 双C位 你看他们双C位多肥 双C位完全比得C里面领先一件 都是平均领先一件装备 尤其是AD位 这一把林伟祥表现非常的好 这个经济上的领先 已经是到了2000多块钱了 这个球拿的太多了 牛逼可以抱坛推了感觉 对 尤其是上路高地的 高地的塔已经掉了 这个时候只需要把下路的二塔一拔 现在就是一个外塔全掉的状 大虫子在这边想一一波 但是看到了 现在大虫子面对对方这个阵容 如果对方下狠心弄死你的话 你也扛不住了 对 纳尔在上路继续带着呢 斯尼克这边没人回程的话 上路就没到 一抬没抬到 这边先打了一套大虫子 这波牛逼可以再有耐心一点 等着纳尔把这个兵线带到高地 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对 基本上就二塔就有了 五个人都来到正面了 纳尔那边真的是完全不虚的 而且现在牛逼也知道 你斯尼克必须有人要回 纳尔塔直接让了 对啊 这二塔肯定是不行了 哇 要不要这么拼 墙顶着去点了一套 这波想抓这个纳尔好像 纳尔没闪现 这波如果能把纳尔扎张还可以 但是你抓着纳尔的话 纳尔变大了 好可怕 大纳尔 拍到跳走 不敢了不敢了 双C带 双C带上路 你下路这边你拿什么古人啊 下路直接硬顶着来了 活不了人了 活不了人了 这边盛香哥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血量 这边闪开 还有开起来 蝴蝶这边撞了一下老牛 看一下这边双C带马上过来 C带这边又顶了一下对方的翠神 小巨已经被秒掉了 沈江哥 大虫子的正路 纳尔 纳尔 纳尔在上路 有人管这个纳尔吗 好有耐心啊 还在打四摇 你这个时候上路必须再得去人 牛逼打的是真的很聪明啊 很从容 这边大虫子一踩 OK 你这边没踩了 我可以战装输出 拆掉你下路的水 下路直接没了 上路路先一个人去点这个纳尔 但你正面的话也是一个4v4 牛逼现在也不怕你 这个时候拆掉就走 哎呦 很稳很稳了 牛逼说实话 这个常规赛后半段 加上今天这一场 我的表现真的 主要牛逼这个队伍 你发现他们中后期指挥 或者说他们打团真的很团队 执行力很强 对 不会犯错误那种 下来拿一套风龙 回去更新装备 下路超级兵牵球 我大风也是我的 蓝色 这个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嗯 S那个这团人 确实在前期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对 他们这种本来想利用翠绳啊 卢仙这种大虫子 想在前期的对线 或者野区占的一些便宜 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优 打到中后期的话 确实抱团抱不过对面了 牛逼这边的双C位 对中后期的成长性明显要更强一些 就Snake其实应该是一个初期要提点速的阵容 就他们还 Snake还是相较于牛逼啊 他们还是比较喜欢打前中期的 对吧 但是你打前中期 我觉得你上路真的就五个凯纳 就打一波 对不对 你像这种情况就是中期你抱团 说实话 挺无力的 前中期那波蓝buff那波挺伤的 对 蓝buff死了三个人之后 然后大龙一波就寄了 好 大龙现在一分吧 那你下路超级兵牵扯了 不过大虫子这波带线带了不错 已经把兵线带到了河道 但是这波大龙团很难接啊 牛逼已经把位置站起来了 而且你敢来的话 这一波牛逼要和你打团的 现在纳尔可以去下路处理兵线了 这个大虫子现在打线已经有点打不过跟纳尔了 虽然领先一级 纳尔这边的装备已经很好了 而且下路的兵线 其实大虫子这么带的话还挺吃力的 带来速度并不快 上路 这边要逼你上路 找机会 上路找机会 把视野做好 就是这个视野就是属于把大龙圈的视野再往外多做两个圆圈 这样的话你我等会可以说去可以去Rash大龙了 这个上路裸露的水晶要来拿大虫子回家做出了自己的板甲 这是一个关键装备啊 snake就看这一波了 这一波是大虫子最强的一波 带来大虫子这个板甲也只能保抵自己在团架里面玩死一点 关键的点还是要在双C能够打出足够的数据 这里他又是招了自己的E技能 看一下SKY这边的威慑力太大了 那儿变大的话 这一波snake虽然说是可对方做了一波辅助上 没有秒掉林伟祥太关键了 秒不掉 这一波九筒是把林伟祥给救了下来的 九筒刚才那个E我太关键了 他就飞出来一个队 如果第一波把林伟祥杀掉的话 一定是有机会的 因为林伟祥是五六个头的一个大C啊 对 关键是他现在的伤害能力 因为发条大招已经用过了 其实持续伤害 发条大招并没有拉好 对 要靠这个下来打的 但这一波在蹲 已经看到了 这一波看到了一个大虫子 海里斯塔 这一波要注意翠神的走位 翠神的走位不能出事 翠神就在这里 过来了 一桶子没有拉到 哎呀 到底谁来不及 九筒死了 九筒那边可能要死发 大招拉了一下 那边又没有输出了 这一波我觉得 闪现起来了 闪现过来 看一下林伟祥那边怎么处理 这边客气的没有咒 这边想拉扯 赵林伟祥还要打吗 要反打 这怎么这么凶啊 三打五 林伟祥下过来是不快 又来 但林伟祥过了一个笨的车 在通中没有下来 直接被咬了 这一波牛逼是有一点点 把自己想太厉害了 这一波林伟祥有点冲动啊 这边拿来在丢回平标 再想尽力地牵扯一下 但是家里怎么办 门牙已经要掉了 这个大龙不能打呀 不能打 这个大龙打的话家里要没了 家里要没了呀 而且纳尔这边的怒气 还在打纳尔呢 怒气要变大了 纳尔要大了 要大了 要大了 过去 闪现抬到姿态 这边要杀姿态 连起来姿态被秒了 在里面一个Q是 发桥都不能够发起了DV4 发桥里面想要去了 他就流人 鬼手这边发桥秒了 看下里面又是一个Q是抬住 家里怎么办 你还要打大龙吗 家里一个门牙塔已经倒下 第二个门牙塔已经要掉 等于说这一波是一个互换 然后换门牙塔 两个人头换 但是这个罗在搞事情 罗想留人想留人想留人 没有留下来 沈江哥被留了下来 没有影响不大 哇 骚粉亲这个超级兵也是够呛啊 这个亲超级兵就是头都大了 好吧 不过老牛 老牛也是头大的那一个 这两个人和这个超级兵 如果说两波对着打的话 他已经打不过 还好几方小屁也刷新出来了 大冲子也是成功回家 但是说实话 牛逼这一波打得有点想当然了 牛逼这一波打得很自信 整个时候 林炳翔已经闪现过去想杀人 这一波打得很自信 其实这一波让史尼克回了一口大雪 但是无奈 两颗门牙塔也就没有了 并且 对 这一波打完还是牛逼转的 就说结局 要等要等要等 这边要等要等他等 结局来讲的话 还是牛逼转的 就肯定转啊 因为史尼克没有拿到大龙 然后门牙塔还没了 好惨 就感觉刚才史尼克是 不过刚才那波指挥好像也是 出现了一丢丢的问题 就那一波还有人想去摸这个大龙 结果又有人说 哎家里家里家里 打不了了 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部分 那现在打了现在 就卢西安跟福尔之毛的作用 下降的挺厉害的 卢西安跟福尔之毛 现在完全不如牛逼的双C 被输出给力了 反观牛逼这一边的话 你看他双C 现在创备马上都六神了 特别是这个 ADC的装备怎么这么夸张 这AD 人头拿得多 快六神了 中路 要考虑用中路的大龙Muff去推进一波 因为你上路的超级兴 必须有人去 只有一个光感司令了 史尼克这边能不能守住 这最强势的一波 还不再刻意 这一波的话 开好还有机会 这一波除非把林伟祥直接秒掉 8小时有精神的 不好秒 林伟祥有一个大招 我们看这两个C位秒掉还有机会大 林伟祥现在打大头好痛啊 对 这边追了一下Sky Sky变少了 这一波的话 感觉牛逼可能进攻 就要被拖延一段时间 上来了 中塔就这么点血了 上来强行点掉 斯尤克顶的最前面 吃了个正强行李 娜的侧翼 小具已经倒地了 这边过来 一过来想杀Sky 斯泰这边有个草丛保护 伤害不太够啊 斯泰这一波偷伤害偷的还不错 但是正面战场呢 正面战场这边牛逼马上要上来了 但看一下这边怎么选 那儿是选 那儿回家 再tp过来 这个tp拆架我觉得是最好的 我觉得应该拆不了吧 你想想想 我上路带线 但是被发现了 他可以牵扯一下 他可以牵扯一下 这波只要能再破一路水晶 老牛 老牛大刀进被逼了出来 远南 这边过来想打球捧 沈翔哥 沈翔哥这边死得很快 这边没记得吗 沈翔哥来想吃人 开起一个反甲 哎呀没有吃出来啊 牙口不太好 牛逼这里又是牛逗 吸过来 但是没用啊 直接被一个一体的倒中拉死 太爆炸了 又是一个double kill 姿态在泉水里面 三杀 这一波的话 我们都牛逼 林伟祥这场比赛表现非常亮点 C位在后期不是一个等级的 这个佛之毛跟这个卢仙 在后期完全没有办法 并发条跟那个 这个 霞抗衡 这两个C位后期伤害能力太强了 所以你说佛之毛这个英雄 你拿出来就一定要在中间戏打出效果呢 这佛之毛要打联斗的 打联斗 不是说一个后期能C的一个ADC 你说Snake那波为什么就突然就跑到了 我觉得还是蓝buff那波有个问题 那波很致命 就Snake还是要保持一个稳定性 就是整场比赛我们看下来 就是如果说一两波Snake处理不好的话 就会犯很大的错 就那波打完之后 然后一波大落 你说Snake缺的是不是调整 就是他们一波团战没打好 其实接下来失误会接二连三 对 就会因为你一波团没打得好 自己也会着急 对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上场比赛的一个数据统计 那么最终的话 就是在蓝buff那一波 17分钟左右的一波团战之后 逐渐牛逼开始接管比赛 而Snake在后面是没有找到什么坦 而且这一盘确实也没有给Sofen 选到一个特别能carry的角色 如果说能给Sofen选到像雷格赛 九筒这样的英雄的话 可能他的野区的作用会大一些 这场比赛感觉就是想保双C 在BP上来讲的话 牛逼也是扮了四手打野让这个挺难受的 Snake很难受 你看这边雷克赛 蜘蛛 大树 皇子 没得选了打野 打野只能选螳螂或者凯影或者翠神 选了个翠神 但翠神这个英雄我觉得还是挺能发挥Sofen的完全的价值的 对 而且这一把的话 刚才说第一波F6反到了 但是你看他后面 后面的反野 我觉得牛逼这里处理的也很好 就其实他后期想反 他那一波反之后后面想反 因为中路卢西安推险 然后上路大树也在推险 但是后面反倒的东西不大 对 就没有持续给到Syft的压力 而Syft就是那种很有经验的打野 你看他前期稍微被反映 他在下路立马做了一波干戈 拿到ADC的人头 拿到医学塔 对 就Syft如果说你在前期没有办法限制他的 我觉得Syft在中后期的指挥能力 包括他的一个经验 会优于骚分之力 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 你看 向阳哥第一剑出正荣耀 应该是想在中期抱团去打 对他们中期其实大虫子有两到三件套的时候 是要比纳尔利亚很多的 但就是那一波蓝buff 包括那一波大龙团失利之后 让大虫子的这段优势器也是白白度过了 是的 我觉得这一波是最关键的 因为那一波可能是Syft想要启示的一波 卢西安和凯特正值壮年 结果那一波没打起来之后 我们就看到随后阵容 包括在一些真的大后期的处理上面 其实牛逼还是要更老辣 打后期打不过 我觉得Snake今天想要赢牛逼的话 必须要在前中期 把牛逼 把牛逼给打爆才能赢 牛逼这个队伍他很有韧性的 他有的时候前期稍微落后一些 但牛逼这个队伍中后期的打团特别厉害 是的 特别是林伟祥他的一个输出能力 包括他的一些英雄的选择 你看林伟祥很少选那种前期厉害的 他选的都是后期猛的 这种大嘴啊 什么这种维鲁斯这种后期猛的 没错 而且你还要去考虑一点 就这场比赛还有一个细节 我觉得要注意的就是中路 嗯 斯坦拿到卢西安的情况之下 没有压制 没有压制 完全没有压制 完全没有压制 我觉得这盘的中路的对线来讲的话 可口赢了 对 发条打卢西安 理应是要被压一些补刀的 甚至可能都要被推塔压这些 我觉得卢西安就是 卢西安打发条 肯定是你初期要让发条的参战时间点 尽可能的往后延 对 但是这场比赛什么呢 互逼和反处之后 你会发现中期打团战 由于手长的温存 你甚至都不如 他比你的肩厉弹 就是卢西安必须是 就是卢西安就是两件套那一波很强 出完那个破败跟黑切 那个时候打团是要 而且那个时候他理应是要领先发条 半戒装备的 那个时候其实是 斯坦克阵的那个发力点 是的 但是由于卢西安中路没有压制度发条 再加上一波蓝buff出的失误 让发条的成型 其实反而是盖过了卢西安这边 所以这一盘打下来的话 确实牛逼的双C位 在后期接管的比赛 李美翔这一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816百分之39.5的伤害战比 伤害战比 所以这是1.8 我们没看那个双C的输出吗 Coco和李美翔在团战里打出的伤害 都足够去承担 就是双合 就打双合的一个体系 上路纳尔其实在团战里面 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威慑和团战 他就是一个牵扯 一个牵扯 他就是后期的一个牵扯点 是一个战略点 你看上路水晶那一波 就是纳尔的作用完全体现了出来 对 不是说一定要如来前场拍五个 我们看纳尔现在这个版本 其实很少有队伍 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团战角色来用 对对对 其实都是一个小纳尔带线的 就其实那一波能拍到 两三个在那个大龙圈上面 那个三角草丛 其实那一波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 已经是追击之势了 对吧 所以就是纳尔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会打团的AD凯南的作用 其实他就是比凯南要加强 他的容错力比凯南要高一些 因为AD凯南的话 你打费了就废了 对 但是一个纳尔的话 打费了至少他还是一坨肉 对吧 这一场比赛我们得到消息 Nake在上一场比赛里面 是主动选择了红色方 对 那这样的话 牛逼在这一场比赛里面 还是选择蓝色方 也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局面上面 他们是没有去做更改 对吧 还要刚才那个局面去打 那我们得到了另外一个消息 Nake在这场比赛 会有一个人员上的更换 具体怎么样更换呢 我们只能进入到 下场比赛的时候 再给大家揭晓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看双方的第二场教练 下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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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场比赛